澳門有一個飲食業的有名氣的廚師過來找我 因為我上了這個節目 其實這個節目原來這麼厲害的 對 所以我不可以在街邊亂罵別人 我很害怕 我怕被人認得我 你絕對認得你 看你的節目很多人都認識你的 我跟朋友聊天 或者我的保險經紀都說 Winnie看了很多集 康師傅你上了鏡頭 想不到 我自己的保險經紀 因為我有一次陪我朋友去馬來西亞看樓 海外你一定很出名 馬來西亞看樓 我只是陪別人 突然有人跟我說 Hello 我是你的粉絲 我很害怕 為何你無緣無故是粉絲 海外澳門出名的廚師 他有聽我的節目嗎? 他有 有 下次他要請我吃東西 是 那他就 他又不是很神奇 不過我告訴你 你的節目有很多海外的話叫聽眾 是呀 我都知道 他就想了解自己的命運 來算命 接著就 托賴我算得準 他又介紹太太來 太太又介紹很多朋友來 他太太介紹的朋友是美國的 嗯 那我就說 喂 那他不是 要是 我試過跟客人用視像算命 大家穿著 當面說 但要聊過幾小時 我講明 視像算命 WhatsApp可以用視像 即是用他八字來算命 給我一個資料 哦 不是不過 是 是 譬如我先排了盤 其實為什麼要看著他的樣子呢 大家溝通好一點 哦 明白 我以為你要看他的照片 要的 其實我是 我不是看照片 譬如我學的指尾酒素 我要對盤 嗯 每個時辰 我們有每一個外形 嗯 看看他出身資料有沒有錯 這個我常用 通常我都會問他拿照片 對一對 他來的指尾有沒有錯誤 這個我常用的 那好像 澳門飲食業的 蘇先生 都不怕說 他太太 蘇太太 他介紹了一個美國的 同窗同學 然後移民了 我就算他 什麼時候移民 什麼時候 他的時辰是非常之不對的 因為我們叫指時 兩天交界 他自己都不知道 嗯 指時即是半夜12點 11點開始 到凌晨1點 剛剛兩天交界 通常這些名判 就會很容易錯的 是 就是理想看 一看就已經分得到 是哪個名判 那就和他算 因為他是 在外國一個網上 挺有名的機構 外國的網上 嗯 工作就不太如意 嗯 希望轉工 嗯 原來 他的命是 沒有什麼老闆 老闆對他的上司 沒有什麼緣分 是 希望 他希望轉工 但他的工作應該是不錯的 那有什麼可以幫到他扭轉呢 沒有 命就是這樣 命行第一的 我說風水行第二的 就算我幫他改風水 你的命本身是過了一劫 才會很明顯有效 是 所以就解釋給他聽 要接受的現況 他很失望的 很獨特的書 那位女士 移民了去美國 嗯 聽蘇太介紹 又來找我選 蘇太就 他只是用錄音而已 嗯 但其他有客人是試過 用視像來溝通 因為大家有距離 嗯 這樣也挺有效的 視像風水我也試過 嗯 英國有個客人 是香港人來的 買了樓 我說你買了樓才找我 就 提一提大家 就算找哪個風水師都好 我們 會建議 最好大風水是選樓 選了才去佈局 就好過 客人自己選了就叫我們去 我們是 有些樓是完全 擺了風水佈局 都是 譬如這間屋是 得五分的 佈局都可能 都是得五分 Vinny你完全明白了 是爛的 因為我經常跟客人說 你選了一塊爛牛扒 要我煮到你不肚痛 是的 你不覺得有什麼問題 但其實那塊牛扒已經是臭了 是的 如果你帶我一起選 我會選一塊和牛 是的 紐西蘭牛 本身是上料來的 是 我再稍微灑一些蒜鹽 煎一煎去 已經封住肉汁 已經 你會感覺到非常順利 因為客人通常不明白我們要什麼 他們會要風景 認為風景就是風水 或者在我的教學 我經常強調給學生聽 風景不是風水 他們說風涼水南 我們就是不聚氣的地方 因為香港人生活壓力大 經常都會選一樓 是想看景 正常的 我會明白的 有沒有人試過貪便宜 買一間空宅 買完之後 師傅你幫我搞定它 是 那我還沒遇過 不過貪便宜 我的學生就有不少案例 是 他都跟我學風水的 嗯 但是 他跟我學洋宅風水 他知道你怎麼選的 嗯 有個案例 他都選錯了 因為他覺得錢有壓力 嗯 他一位女學生 嗯 我明白的 因為他要 他有這個 他自己說 有一個優弊恐懼症 嗯 他不可以住劏房 嗯 他不可以和別人分享一個空間 他會 他的精神有問題 嗯 他會 他會 找一個 一個住宅是自己獨立的空間 但是你知道 香港人 你租一個 一個 一個女子 租一個 廷年房 其實一定過萬 是 租金一定過萬 你便宜了 現在劏房也有五六千 是的 很正常 對他來說 其實也是一個壓力 嗯 沒有辦法 他居住在 紅磡那邊 嗯 我本身也居住 他是很近的 我的 嗯 他跟過我 學過風水 他都知道怎麼選擇樓 但是他 師傅 師傅 我找到一些樓盤 我租日到期了 那我看 給我看 我說 憑照裡面看外面 很多刑殺 有我們叫壁刀 尖角 斬層樓 又有鏡 嗯 我這些都不是一個好的外象 基本上我 就這樣看外面 我還沒看內局 已經知道這個窄是不適合你 那他說很難找 那我明白的 你有時候很急著搬 可能只有三幾個盤 你就要決定 那最後呢 給他找到一個很神奇的盤 他說 師傅 有個八千元 不過呢 就 譬如要交定幾個月 預矯先 嗯 以及要積缺 立刻搬進去 那他說 裡面很暗的 你看不看 我說 我說 你都決定了 你是看價錢 我說你不要問我的風水 你自己都懂的 基本上 那他就 搬進去 一搬進去 就很奇怪 其實就是 某個紅磡的 大屋苑 他外面就 爆死他 他的門口全部爆死他 開始整爐 那他進去 病 病 病了半年 公司就停了他的工作 嗯 那他很明顯的運氣轉差 跟著呢 他還問過一件事 是非常神奇的 那這期我遇過的 我又不想嚇他 嗯 我就叫他快點搬 就是什麼事呢 這個是我做羊集道 經常會遇到一些客人 跟我反映的事 今早的飛鴻拖完地 譬如 一早 十點鐘拖完地 禮拜 十一點 一點點都乾了 在某個角落 有一灘水 嗯 他說他周圍看 天花沒有水積 嗯 地板不是水管位 不知道為什麼有灘水 通常這樣的情況 代表他想告訴他 通常家裡有鬼 是的 我聽過 聽過了 有一灘水就是非常奇怪的現象 那個不是水候位 也不是冷縮熱障 不是冷氣機位 沒有可能有水存在的位 這個女學生就是有這樣的情況 我都知道她又病了一瘋子 又沒有東西做 我說 你信不信 你自己就學風水 也都信風水 你就貪便宜 選八千元 我說你 基本上你入了一半年 你已經知道好和壞 對你的身體財運 你還見到灘水 我說 基本上不是好現象 我不想加劇她害怕 其實如果她很聰明 她都知道我想暗示些什麼 我說你盡快搬吧 因為這個宅一定是不好的 之後就幫她找了一個 都是在附近的 但是都去到萬八元 那些同學都會見得到 大概搬了一個新屋之後大概半年 臉色變回了 是一個很明顯的轉變 還有財運各方面都好很多 所以你說沒有風水 其實我覺得不是的 你看事實 事實上真的環境對一個人 非常大的影響 但是她搬了一間有鬼的屋裡面 但是她都不知道 真的沒有見過 沒有聽過 沒有看到 沒有的 通常是這樣的 譬如以我的經驗 很少好像電影或電視那樣 活靈活靈活靈和你聊天 講話行動自如的 上次訪問人我都提過 通常的現象是單獨出現的 一是看到影 我和客人去看集 《日光日白》 一開門有黑影跳進廁所 通常最多就是這樣的 眼看到 這些是沒有聲音的 沒有聲音的 你看到就沒有聲音 不會同時出現一個活生生的人出來 一是聽到聲音 看不到 聽到一些聲音 譬如某個耳朵聽到 這邊是沒有的 正常 聽到她說話 是我遇到的 是 那你就知道 一隻二隻聽到 你就知道 其實這些聲音 不是你的空間走出來 是在我的腦袋裡走出來 跟我說話 那 影 聲 感覺 感覺 一就是起雞皮 是 上一集都提過 如果各位聽眾要選擇樓 要注意 就是 我一個道長教我都說過 就是說 入屋第一個感覺 要特別 靜心去感應 立即是雞皮 這間屋是有東西在的 你的身體自然反應是 我們人的本能是做到的 是 只是很多人忽略不去理 沒有這些東西 或者有風吹或者怎麼樣 天氣冷 其實不是的 夏天都會突然無管動 那 你第一個反應 你就知道 這間屋裡面有一些 陰性的 氣場在 這個人自然反應 那 我很少就 又有聲音 又有影 又有感應 基本上 我沒有遇過 通常是其中一樣的 其中一樣 我遇過這麼久 都是其中一樣 嗯 甚至我的客人遇到 譬如被鬼捏 蛤 被鬼捏 有有有有 在這個 烏崎沙 烏崎沙有一個洋宅是 旺財的 旺財的 那 那 那 客人 一手 嗯 所以不要以為 新 所以有 新樓就沒有鬼 是的 我都要強調 我遇到的個案是一樣有的 只要他自己去到 不知道什麼原因 他去到 因為他是本身的地主 因為你的地 但那層樓50層以上 60 68層好像有 他好像住50樓 那 地主50層 我真的不太明白 我自己都 但是 你說過 那裡是很風水的 是很風水的 是很風水的 是 因為烏崎沙沒有那麼高的樓 是的 你也很熟悉 那裡很風水的 很風水的 但是 有鬼鏈那怎麼辦 基本上是 風水很大有鬼 我也遇過 不要暫連故事 我會說 風水有鬼是經常遇到的事 也會有鬼 風水 行衰運都有的 那你先說了 五十幾樓有鬼 五十幾樓有鬼 是 客人住了一手樓 然後每晚睡覺都有 他不相信鬼 那就被鬼捏 立刻紮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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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了解一件事 先問他們 跟他們聊天 對 或者問他們想要些什麼 究竟你想要什麼 我先起掛 不要直接溝通 先了解一下 是什麼事 那真是 知掛都是 答是負面的 就會問杯去 請我祖師去跟他溝通 問一下究竟的結果 是有沒有可以談這件事 你想怎樣 如果化寶能夠解決的話 就用化寶 就不會一下就說封窗封門 要打走他 用這些動作 因為 我以前學過道家師傅道長 都是這樣說 退去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動作 請他走是最上策 就是談是最上策的 我們不知道前因後果 是不是有屋主或者地主存在 在先 甚至二手樓可能是有先人 人家是祖先來的 人家沒有必要 不應該要走的 你就拘走去 會產生一個 後面他們會回來 尋仇或者拿回一個公道 都是其實很合理的 所以你給我 就會了解一件事先去處理 那就跟對方去談這件事 究竟為何你要去捏他 是不是跟他有仇 通常去到有仇才會去捏他的 譬如你搶了他的家屋 他不是頂隆在那裡出現 嚇嚇你 是呀會趕你走 但是他捏他真的很討厭他 問後來去處理就是 他都拜了觀音的 都不行的 因為第一他沒有開光 他自己供上去 哈哈 原因就是沒有開光 也有拜四角的問題 跟他有縮小的淵源 問了回來 問了回來 要他做一些功德 去化解的 最後就沒有了事 所以基本上很多這些個案 都是要先商量 要先商量 要先商量 不是孟茂然就趕他走 道理上我覺得是不對的 真的外面 我自己就不會這樣做 嗯 好